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亚太在接连命中衡量和力柱 依哈洛命中自己创造的点球 比赛尾声 特谢拉两次助攻埃格尔锁定胜局 肖玉峰颁回一球 最终苏宁5比2大胜亚太 继续保有下赛季押冠资格的机会 亚太上轮输给上岗 遭遇本赛季客场第6场败仗 相对来看亚太本赛季5胜3平4附近20球 14球的主场战绩较为平稳 其中更有战胜恒大 上岗等强队的亮眼表现 本轮面对第二梯队排投兵苏宁 理论上是亚太冲击前6行列的检验之战 苏宁上轮在一度2比0领先的局面下被恒大逆转 该场实力再次表明了苏宁冲击前4行列的现实难度 目前排名第5的苏宁具第4鲁能已有9分差距 而领先第6华夏幸福的优势缩小到3分 避免排名滑坡是苏宁较为现实的目标 中超交锋使上亚太对苏宁8胜5平6负 其中亚太主场战绩3胜4平2负 本赛季首回合亚太客场领导2负于苏宁 第12分钟特谢拉前插接应带球沿左路突入禁区横敲门前 和超越孙杰军部防盗门前 孙杰伸脚戒为时不慎将球碰入自家网窝 第27分钟帕莱塔与本方半场接队友回传送出过顶长传 埃德尔在中场线将球界下挑传前场 特谢拉反略为前插接应带球甩开防守沿右路 突入禁区起右脚禁射 皮球击中横梁弹入网窝 苏宁2比0领先亚太 第54分钟苏宁扩大领先优势 谢鹏飞禁区外援射 皮球在于瑞身上折射后 皮球飞入网窝 亚太0到3苏宁 第66分钟亚太进攻 范晓东左路传中 伊哈洛在禁区内被李昂拉倒 裁判果断给了点球 伊哈洛主罚一蹴而就 亚太一到三班回一球 亚太在连续中横梁和立柱之后 终于取得了进球 第78分钟 大进区线上谢鹏飞一脚直塞球 特谢拉的球后一脚携传 门前埃德尔吃饼把球推射入球门 苏宁4比1再下一场 第88分钟 特谢拉的球抵平球携传 进区里左侧内部 埃德尔一记推射 皮球直奔球门右侧 苏宁5比1锁定胜局 第90分钟 亚太搬回一球 阿德里安左侧脚球开出 小进区前沿踢补出场 得肖玉峰一记投球 皮球直奔球门右侧 亚太2到5搬回一球 最终苏宁5比2客场战胜亚太 顶空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